是不是像你们这个出租车 每天要上班上多长时间 那自由 你想上的时候 是吧 那每天要给公司要交份子钱吗 交啊 公司不管你 你只要把份子钱交上就完了 公司要交多少钱 两人一个人三天多 一个月三天多 一个人三天多 那比上海便宜 比上海便宜 上海是不是要交半天多 上海一个月大概是 四百多块钱 一天四百多块钱 一个月他说了 一个月上次问一个师傅 他说了一个月交八点多 他是单班车吗 不知道 两个人 两个人一起 上海的话 每个驾驶员有可能 每天都要开 到十二个小时 到十八个小时 你要想挣钱 都不比这些小时 是吧 现在网约车北京也很多 北京最多 那对这个出租车行业冲击大不大 肯定大 本来就 我们看 没有他们 就比如说一天 就这一万个客源 全出租车拉 你现在光上来六千辆 减半了 跟你上分的资源了 你肯定要说一个人 是的 不好说 交换局也说不清楚 你说他合法吧 交换局也得抓他 逮着你就是合法 你说他不合法吧 他又走在那路上跑着 上海就是他那边如果是网约车 都必须要去办那个网约车的那个证 北京也是 北京也是 北京是金牌 金牌金吉 金人 北京户口 对对对跟上海一样 但是现在很乱套 有几个就这一个 没有几乎没有 北京的户口就已经卡住了 现在十个人里面都有八个人是外籍人 对对那跟上海情况是一样的 他就相当于是来一个金吉金人的车 但是可能他找一个爱金人 所以说你要说车太多查不过来 你上他平台直接插他平台 就不就完了 你实际上有多少车 有多少北京的户口 对不对 对对对 你直接查不就完了吗 非得上那马路上抓他干什么呀 平台把他疯了又有多少车 你直接一疯不让他拉活了就完了吗 你费那些说白了 他们也没了 那师傅像你们一般性要开 每天要开多少小时 我们大班一般也得十八九个小时 十八九个小时 那很辛苦 第二天休息一定要休息好 没事能够休息好 有事你休息啥好 我家老板还不到两周了 休班就是湿的屋子就捧孩子 一天就做点事 一天开十个小时就玩一样 今天没干活 那这样一个月下来收入还可以吧 我说你那么多不信 都不如一个小公司那么多 你信吗 这些出自着司机 还是看自己投入的时间 对 你再干得再狠都不会过万 就单班的计划 硬是一个车 你干得再狠都不会收入过万 所以双班是不是还好一点 对双班轻了一点 但是挣的少 五六千块钱左右吧 这样啊 嗯 那你交车呢 晚上还要到他 到他那个住的地方把车给他 就说好一个地儿 说好一个地儿 然后两人两人去交班是吧 对就是去东 嗯 那这个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公司会给你们交金 交五千金 交那是国企啊 没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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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保险 对 那网约车也差不多 网约车也是也是这样的 网约车什么东西 对 网约车什么东西 全是靠自己证 自己上保险 哈哈哈 而且他别出事 出了事以后 比如说那整个 出了事比较晚 保险公司都是聚赔的 因为这车不是营养责量 对对对 都是私家车 自己自己自己去 找这个平台开的 干哪行都不容易 对 都不容易 进